大家好我是阿肥 看到我開頭射飛鏢的場景了嗎? 沒錯 其實阿肥以前啊就是 可能會去保齡球或是酒吧裡面 會玩一些射飛鏢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這樣子玩其實還蠻好玩的 可是射一次其實要20塊錢 就覺得說好像有一點貴 那就覺得說 如果在自己家這樣子玩的話 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那阿肥我就上網去研究了一下 了解到說它有兩種主流的牌子 那我這一次呢 就選擇了GV3來做開箱 欸不是 把整個螢幕都擋住了 我根本沒辦法跟你們開箱 超大一個人你們看 好啦 我這邊要先跟你們講 我入手的這一款呢 它是白色的限定版 那這一款的入手價呢 在台幣有6500元 不是算很便宜入手的一個價錢 但是考量到它是有藍牙可以連接專用的APP 可以上網對戰 沒錯 你就是即使一個人在家 你也可以上網路上面去跟一些人來對戰 也不用擔心沒有陪我來你家 你也沒有辦法玩的狀況 好那我就直接來開箱安裝上去啊 裡面呢它會附這個定位值給你 這個定位值啊它會告訴你說你要量它的距離 標板的中心點距離地面要173公分 然後呢你的定位點在哪邊 它都會幫你標示出來 所以說啊你這個 這一張就特別的重要 因為你不可能拿你的標板 去直接對在牆壁上這樣子去鎖 所以說啊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直接貼在牆壁上面 然後找到這個位置之後 才專口去鎖進去 那還有一種掛的方法 就是買那種直接鎖的那種掛架 然後把它架起來直接掛上去就好了 不過阿肥因為我就是家裡裝潢剛剛好可以鎖上去 所以說阿肥就直接這樣子弄 比較不佔空間啦 好來看到本體的部分 哇這個有夠重耶 先把這個放下來 你們在外面看到它 是不是幾乎都是黑色的標板 那阿肥呢就是特地為了裝潢 那才選了他的限定版的白色的飛鏢吧 我就是喬卡針啦 呵呵呵呵呵 那阿肥我是覺得白色的真的比黑色的還要來得有質感 我是這麼覺得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子覺得 那上面的這一個呢 它就是移動的靶塊 貌似都是可以替換的啦 因為我有特別去上網查過 看到下方的這個位置阿 這個阿就是你們去玩飛鏢界的時候 比如說你試玩三邊要換下一回合的時候 你就要按這一顆 有沒有 嘿嘿嘿 下面呢這就是它的LOGO 坦白說這有點重 所以說你們看我這樣拿起來晃晃的 真是沒辦法 這一個呢是它的電源鍵 來我開給你們看 打開之後呢它就會亮 那為什麼它可以亮呢 因為我後面有雙電池 呵呵呵呵 來 給你們看到後面 哎唷 密集恐懼色的不要看 後面這邊阿可以明顯看到 它就是整塊是木板去做的 所以說很沉阿 那下面的地方呢這邊會有一塊 來我拿近一點 很重很重 這個 它是放電池的電池槽 其實坦白說阿肥我實在不知道 為什麼它放電池槽 一定要設計的任何不方便 用這個螺絲來鎖 不過沒關係啊 因為其實這一組啊 它之所以要到6500那麼貴啊 它並不是單一的標靶而已 它是有RGB功能的 飛鏢把 這個飛鏢把有RGB的光效 真的是非常的炫爆 並且啊 你們也可以看到 我在切換這些介面的時候呢 它都會跟著這個介面來變它的顏色 而且啊 跟你們說 這個啊 除了可以在手機上面連接之外 還可以在平板以及電視盒上面來連接 所以啊 它的用途其實非常的廣泛 像阿肥我啊 就會直接用客廳的小米盒子來連接這個飛鏢把 那這個RGB功能啊 阿肥我是覺得多花了這個錢啊 真的是還蠻有價值的 因為它就會真的像是你真的在外面去玩標靶那種感覺 唯一一個缺點地方啊 就是啊 它 這個 直接接電池的地方 它沒有支援RGB 可能因為耗電量有關係吧 然後呢 它又沒有直接接一個插頭出來 它變成啊 要用這個 你們有看到嗎 Macro USB 對沒錯 它就是要直接接Macro USB 也就是像手機充電器那樣子 它才能接到這個標靶上面 那 你呢 才會顯示出 周圍招的那個RGB的燈效 那現在我就直接裝上去給你們看啊 把它掛上去之後呢 地上的那個標線都貼好了之後 就可以去下載它的APP來使用 它的APP名稱就叫這個 GRAN 那 過來呢 我們就直接通電 那 如果你用電池的話 就沒有辦法啊 開啟它RGB的功能 所以啊 就要直接接一條這個 Macro USB 線 有沒有 插下去 Bling Bling的有沒有 讚啊 這個啊 這個APP的模式啊 就是 301 501那些的 我覺得 一般你們有在玩的朋友啊 應該都知道 那 反正就是射到龜靈了 你就贏了 很酷喔 我幫你們看我吃到最後一票的畫面 組一個 幹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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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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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吻一個 三 有沒有 喔 說三就三 跟你們說 全部都會剪掉 就只有中那個三結束的畫面 看以上的這些介紹之後呢 你們會覺得 6500這個價位很貴嗎 那當然市面上也有一些比較便宜的飛包把可以選擇啦 所以 說 挑選你最適用的飛包把就可以了 因為 不需要挑到像阿肥選到那麼貴的 因為 阿肥就是 HELL DAY吧 呵呵 一定要有那個RGB燈效的啊 然後他還要BLINGBLING的 一定要選白色還不是選黑色 對不對 那希望我這一集的介紹就是有多一些 想要入手 入門 這個家庭飛鏢機的朋友一個 參考的方向選擇啦 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 好 那他除了你們看到啊 這個 301 501這些基本功能之外呢 他其實啊 還有其他的遊戲的選擇 像是啊 比如說 他有一個Party的 那這個Party裡面啊 他就是會選擇 欸 有其他種可以玩法 像阿肥我啊 最喜歡的就是這個Tooline 這個啊 點進去之後啊 就是兩個人 一起玩會小孩 一起玩是怎樣你知道嗎 好像有點吵 這個啊就是 你只要射到上面的那個 然後連切成線的時候 就是你的數字 那大家呢就可以互相去搶別人的地 阿肥我覺得這個是聚會的時候超好玩的一個遊戲 比如說 喔我阿肥我射到了 呃 看一下嘛 不小心那個 來 比如說阿肥我射到了 13 然後又射到了 10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人 如果他射到了9號 那阿肥不就沒有辦法連成一線了嗎 好 那我就同樣他都射9號 過來 這個時候阿肥不是沒有辦法連線嗎 可是阿 只要我連續射到這個9號 射到第一次 他就會開始閃 再射到一次 他就會消失 再射一標 這就變阿肥的了 有沒有看到 或是阿 他這個遊戲裡面有2倍跟3倍 可以選 所以說如果 如果 如果 現在是換 那個第二 玩家嘛 他如果阿 直接射到9號的3倍 這個就變他的了 有沒有 是不是很炸 是不是 這個東西就是 一個很緊張很刺激的玩法 那 這個就很適合阿 大家一起聚會的時候玩 就比那個 301 501我覺得還來的趣味多了 因為有時候可能 欸 玩的人不是那麼的厲害 可是阿 他就是很會賽三倍 那 這個時候呢 就覺得 欸 大家彼此一起玩阿 就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派對的遊戲 5 4 5 7 5 6 9